中東景苗栗縣大家長身分 出席拱天宮活動 而他的名字出現在監察院 公布新一期廉政專刊 處分名單中 內容指出2018年11月 中東景擔任副議長期間 涉及為巨石申報財產 存款一筆 股票一筆 失業投資無筆 處分56萬元 很抱歉 這個真的是不好的示範 那個時候擔任副議長期間 因為議員副議長期間 我還在做生意 還在企業界 做一些小的投資 甚至是買股票 真的是有漏爆的情形 中東景過去的財產申報 名下財產破2億元 土地數十筆 老婆名下還有一輛700萬泡車 公文一來我就馬上去繳了 這個不對就不對 但是我想以後我會更謹慎小心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時不止中東景 國民黨前台湯市議員展林軒 則因為沒有巨石申報土地建物等 遭處分54萬 桃園市議員劉增玉春挨罰22萬 在這6人名單中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邱餘軒 被罰66萬為最多 監察院認定邱餘軒在2021年11月 申報的財產為巨石申報 且理由不足採信 因而認定故意申報不時而開罰 三立訊中